2016年12月 湖南省一位77岁老人 为了鉴别祖传腰牌的真伟 录制了一档健保节目 专家在鉴定文物为真后 也劝他最好将文物交给国家 可谁知他竟然直接拒绝 并直言 我的东西我说的算 老人干脆的拒绝 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有人说这块腰牌 其实是假的 也有人说 这是老人和节目组整出的双簧 更有甚者 有极少数人指责大爷 自私贪婪 那么究竟是谁对谁错 这块腰牌到底是真是假呢 话说在我国湖南 有一位老先生 是出了名的爱收藏 他的名字叫做易少白 在他这一生中 曾经收藏过不少喜爱之物 但最喜欢的一件藏品 却不是他从外面逃来的宝贝 而是他从祖上传下来的一块 总兵腰牌 这块腰牌通体由纯银打造 正面有总兵腰牌四字 反面只有一个另字 看起来甚是威风 原先易老先生也是出生于富贵之家 这才能有收藏这个奢侈的爱好 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 老先生的那些藏品 也就逐一卖出了 只剩下这块腰牌被保留了下来 而为了能够鉴定这块腰牌的真伪 易老先生最终登上了一档健保节目 没想到却因此闹出了一阵不小的风波 老先生 您来这时想鉴定什么 一块传家宝 节目刚开始 老先生就用自己的从容淡定 拉足了观众的期待感 大家都想看看他能拿出怎样的宝贝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随手从腰间的兜里 掏出了一块腰牌 随后递给专家说道 这就是我的宝贝 现场一片哄笑 大家都觉得老先生是来闹着玩的 要身是宝贝 怎么可能就这么随手揣在兜里 最起码也要搞一个端庄大气的盒子装起来 台下笑声不止 可是台上的专家看到这块腰牌后 就愣了神 这是从我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 具体有多有久的历史 我也不知道 老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 就把腰牌递给了专家 而专家在细致鉴定后 眼神中的光芒愈发灼热 老先生您的这块腰牌可能是真大 而且还具备极高的收藏和考古价值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还是要交给国家 专家的话 在现场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大家都没想到 那块看似普通的腰牌 竟然真是一件文物 而且还价值不菲 现场当即热露了起来 然而老先生一句话 就泼灭了大家的讨论 我的东西 我说了算 很明显 老先生并不愿意 像专家所说的那样 将这件传家宝交给国家 也正因如此 节目播出后 网友才会就老先生 是否应该将文物上交给国家 展开了一番争论 与此同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而大家最关心的 莫过于真伪于价值 这块腰牌到底是不是真的 又价值几何呢 老先生说 这块腰牌是祖传下来的 这一点的确有迹可寻 老先生的祖上曾经出过很多名人 其中六世祖 易文光更是曾官拜一品建威将军 为皇帝亲自封赏 受曾国藩的信赖与倚重 也担任过总兵一职 能够传下来这样一块腰牌倒也不奇怪 要说总兵这个职位 很多人可能都不了解 因为这个职位出现的年代比较晚 而且位阶也不固定 这倒不是说这个职位不重要 恰恰相反 明朝初期的总兵主要负责镇守边疆 保卫疆土的重任 既负责调动兵马 又负责物资调配 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也正因如此 当时的朝廷对总兵这一职务都有保留 只有战争时刻才会派人送去总兵令牌 让人担任总兵一职 所以早期的总兵令牌是不可能传下来的 因为朝廷会定期回收 直到后来 朝廷对总兵的权力进行了阉割 总兵一直在逐渐变成长社职务 可即便如此 能够拿到总兵令牌的人仍旧是少之又少 因为国土毕竟是有限的 最多也只需要83位总兵就足以完成统侠 而这83位总兵的令牌在时间推进中都逐渐丢失了 流传下来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理清楚了历史渊源 他们再将目光转回到易老先生的那块令牌上 在初次鉴定过后 又陆续有几批专家找到过易老先生 对那块总兵令牌进行鉴定 最终得出了统一结论 腰牌为真 价值不菲 其实 从时间和数量的角度来看 总兵腰牌的价值是非常受限的 不过由于腰牌流传下来的实在太少 而且这块腰牌还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所以人们在给这块腰牌估价的时候 才会往高了算 进行粗略估计 这块腰牌的价值很可能能够达到九位数 属实是令人惊叹 在确定了这块腰牌的真伪后 也有很多人曾经尝试过对易老先生报价 想要把这块腰牌买回家收藏起来 不过 无论他们出价多高 易老先生都统统拒绝了 因为在他看来 这块腰牌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传承意义 他要将这块腰牌传给子孙后代 让他们既得先祖的荣光 并且缅怀自身 加以努力 当然 由于经济情况实在窘迫 易老先生虽然不愿意出售腰牌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一些商业合作 通过租借腰牌或是接受采访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这是一种共赢 也让易老先生在收藏这一块远近闻名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想要一瞻老先生风采以及腰牌模样 大多都是成性而来 宰性而归 那么问题来了 腰牌到底是什么 区区一块腰牌 为什么能当得起九位属天家 说到腰牌 就不能不说我国古代的福信 在没有电话 手机 以及网络的古代 帝王究竟是如何发布号令 传递信息的呢 答案就在于福信二字 我国最早的福信 应当是由竹目制成的 后来 又陆续出现了金铜和玉角这类材料 这些材料的最大特点 就是材质坚硬 不容易改变形状 也容易在上面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 而福信刚开始的用途也很多 有的用来调兵遣将 有的用来出使他国 也有的是颁发给官员作为凭证 或者是给商人用来通行 几乎是无所不有 在这一阶段 福信的代表是杰 大家可能还有些陌生 但是下一阶段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那就是福 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 皇帝与将军 会用虎符来调兵遣将 大家不陌生吧 而之所以雕刻成老虎 是因为老虎在森林中 位属百兽之王 有百战百胜之意 另外 虎符一分为二号 极其容易分辨真假 可以说又简单又高效 无论是在史记 还是在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传记小说中 基本上写的都是盗窃虎符 而很少有虎符造假的故事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原因很简单 造假难度太高 就以1973年西安出土的那枚战国时期 秦国虎符为例来说吧 该虎符不仅形状特异 极难伪造 而且符身上还有明文九行四十字 错筋而成 由此可以想象伪造难度有多高 更不用说在设计之初 他们还大多会在虎符上添加一些小机关了 因此 伪造虎符这个办法基本上行不同 强行伪造无异于舍进求远 还不如直接到窃来的方便 在两汉时期 针对符的应用逐渐完善 到了宋朝时期 符牌制度发展的更为完善 逐渐成为一种严格的身份识别方式 这时候 人们时常在腰间佩戴一些竖条状的符牌 这些符牌自然是没有了和符的作用 但是用来作为身份的标识却非常方便 等到明清时期 符牌更是进一步流传开来 人们开始用各种特殊材质来制作腰牌 与此同时 针对这些腰牌的管理也更加严格 不仅要在腰牌上标明佩戴者的基本信息 更严格一点的 甚至还需要在上面刻下佩戴者的面部特征 类似于如今的身份证 而从这里我们也就能看得出来 符牌几乎是从古至今一路绵成下来的 腰牌的历史虽然短暂 但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有着极高的考古价值 而在这其中 赫赫有名的总兵腰牌 价格能够高达九位数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这样一块腰牌 可以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既可以当作家族的精神和荣耀传承下去 也可以当作一份财富留给后人 那么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腰牌 你是否愿意捐给国家呢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家的文物是祖先传承下来的 那么其实是不必须交给国家的 因为根据我国2015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 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 古建筑和祖传文物 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 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当然 有不必须自然 也就有必须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 在我国境内出土的文物中 除了那些国家额外规定的外 所有权都属于国家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家的文物不是祖传下来的 大概率还是要交给国家的 当然有一点争议颇多 那就是剪刀的文物是否属于合法所得 针对这一点 我们只能说如果你愿意上交 那么这是人格高尚的表现 如果你不愿意上交 而其他人也不知道 那么或许也能瞒得过一时 不过接下来 你可能就要在岁月的长久煎熬中度过了 因此 这么看 最好还是将这些文化遗产 交给世人共同分享才好 毕竟君子甚毒嘛 另外 把个人文物交给国家 其实这是对绝大多数人都有好处的 如果不是国家设了那么多的博物馆 普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见到那些珍贵的文物 而那些东西作为中华几千年文化中留下来的瑰宝 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总好过在阴暗的角落里蒙尘 当然 以上言论主要针对于那些非祖传的文物 至于那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后人愿意捐给国家当然是好的 值得为人所称道 如果不愿意 那也是别人的自由 我们不应当过分指责 国家也正式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各种法律条例中 才会做出这样的规定 祖宗留下的 以及合法所得的文物 是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 至于其他的文物 就不在此列了 毕竟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 那些非劳动所得资产 不受法律的保护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听起来虽然美好 但实际上却不值得承受 与其将希望寄托于美梦 还不如寄托于双手 另外 我们还应当从文物和个人 两个角度进行考虑 从文物的角度上来看 到底是交给国家来保存好 还是交给个人来保存好的 很多文物之所以会损毁 就是因为个人保护不当 尤其是那些意外得到文物的人 在文物保护这一块 做得根本就不够完善 文物是否该留在他们手中 还是值得商榷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骤人间得到文物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塞翁施马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一个人骤人间得到 价值如此高的东西 一旦处置不妥当 很容易心理失衡 从而引发灾祸 人们不该拥有 自己不能把握的财富 其他东西 一是如此 遗留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文物 还有很多 在这其中 或许就有一部分 留在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的手里 我们也由衷地希望 这些文物 能够得到最好的保存 能够释放出最璀璨的光芒